我们打煎兵 有一个观众留言说想要我拍一期关于煎兵的攻略 到底要怎么打会比较容易获胜 其实我是没有很长打 因为时间没有很长 基本上每天就打两场而已 只是他的心得就是你要先理解你的枪 还有他整个游戏的机制 打的时候会跟大家讲说 大概开局要怎么去开局会比较好 因为他其实就是你打的那些机器 他是会加我们攻击的 就是会加我们的这个输出 就是我们前面这一个 所以你可以打了之后 那我们上面其实还有一颗 你可以这里打完之后 你可以过去抢一下 对面这个就是加输出的 对面的这一只就是加输出的 刚刚换角色了 他射不过我们 因为他带鼠的 欸干 妈啦我在讲话 欸你不要急 现在我换人啦 我刚忘记没有换到人啦 我哭啦 我想哭啊 我还没吃到我的span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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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他这个怪怪的 他这个 欸干 等一下 出事了 哇 哇 又换人了 喂 为什么 刚刚是 他那个有控制到我吗 欸 为什么 我明明就射另一边 他跳另一边 其实大招 我这一只大招 機器人应该要放上面才对的喔 欸这把可能要输啦 妈的 这个 输到脱裤啊 没事 没事 还是有机会的 毕竟他现在 没坦克嘛 好 我们要把分数一次过拿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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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现在赢他一颗了 你看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跟你说 现在赢了之后呢 我们就 不要理他了 我们就是 放风筝 等时间过 我们即将获胜 对吧 4秒嘛 我们就一直跳啊 然后就是 有补血的吃补血 对 然后这里的 如果说你们是有狙击枪了 我觉得可以直接换狙击枪 然后呢 保证上面的那一个 不要打上面的 哦 现在有这个坦克车 好 那我们就跳 因为其实他如果要拼中间的话 他还是可以拼到的 但是 要低于15秒 满血的话就拼不了 20秒还是有机会拼到的 好 那我们就跑吧 对 对 对 然后再吃吃吃补血 哦 你好厉害哦 我们再开一个 来了来了来了 把他收掉 没有他换人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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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结冰 没事 Yes 轻松货送 也没有很轻松耶 刚刚差点就输了 我们连去前面送那么多只 哈哈哈 幸好他每一只角色都被我们打残 你知道吗 然后他刚切了角色之后就没办法切了 最重要是中间那个机器人 哦 他是两分嘛 那个我没有拿到 哇 这个真的就是应该逆转胜了吧 只是前面是我自己撒笔 我自己犯错 啊 我们这样就白金了 真假的 哈哈哈 可是其实我刚才是要讲解了 可是为什么要打架打架就觉得不太对劲 哈哈哈 可是你们就是要先打你们前面的那个 然后呢 上面那个他是有机会升级 就是增加我们的这个机体 然后是说增加我们的攻击力 他地上有补学什么的志愿你们都可以去拿 拿完之后呢 中间的那一只最大的他是会掉两只的 那这两只的话呢 他第二只如果我们还有在20秒里面 其实是可以解决掉他第二只这中间的 哦 所以你只要拿下中间的两只你都抢到 你就大概就有四分了 哦 那你在击杀对面的就是大概杀两只 哦 你看到没有这个 他升级的他会有增加一个攻击力40% 那这个攻击40%呢 就会给我们很多 哦 那我们再讲一下枪哈 在我们这一把枪呢 这个马克呢 它的优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我们这个自动导弹啊 这自动导弹呢 这自动导弹呢 其实是可以射得到 只要如果说对面用的不是机关枪的话呢 我们只要占不同的水平 哦 我们只要占不同的水平呢 是可以用导弹消耗他的血量的 你们知道吗 哦 所以呢 呃这个其实就是要看大家什么去 呃 思考 到底你们要怎么去玩 那再来如果说今天我用狙击枪 那你们知道嘛 狙击枪就是 我一定就是要远程消耗他 哦 狙击枪的距离很强 啊很远 所以呢 如果说今天你们是有用瞄准的 自己手动瞄准 而不是自动瞄准的 那这里有盾啊 看他吃掉哦 那个黄色球是有盾 好那这里的话呢 我想要把他收掉 诶差一点 哎呀差一点啊 没有收掉他 被他换走了 然后胖牛呢 是可以回血的 然后这里开坦克 我要先跑 诶干 跑不掉 然后没事没事 他这里的机器人他召唤了 我们也是召唤的 那我们就应该是要拼这个才对 好那这里呢 应该我没有角色 我们就只能闪躲 然后用这个跳的模式 诶干 我要跳上去的才对 好 我们先试一下这个 然后呢我们上 你敢来 呃 你还敢来 你还敢来 来 再来 你全部残血 兄弟 你还敢再在这里 你是要被我全收走是不是 诶干 不能不能 这个门差一点 你还敢来哦 哈哈哈 我跟你说 我跟你讲 为什么会那么轻松 是因为呢 他的坦克车已经用完了 然后再来呢 是他每一只角色切换嘛 他都会极限切换 然后都是残血的 他没有坦克车吧 我出坦克车的时候呢 我伤害特别之高 只要把中间再一只抢到 因为他一定会贴身抢 他一定拼命抢嘛 他不可能要输到他2分 然后我这里呢 后手把中间呢 把他干掉之后呢 我会顺便的 把他这一只人也带走 因为他血量很低 那带走之后呢 他就会换下一只 那下一只的血量也是很低嘛 因为刚刚他一直在换角色嘛 那换角色之后呢 其实我又在 丢一个坦克的大招 他基本上又会死了 所以就一直在追到 他是残血的死 那残血的话 有三只 残血三只就3分了 再加上我们呢 这个中间拿到就有2分 所以这里总共就5分 那如果说你们对这个尖兵 不知道怎么玩的 我觉得这个方式 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 虽然说 如果你们前面真的是 大家都会打的 那你前面有失误了 那没关系 那刚刚这里的 如果说我没有把他endgame 那我前面有失误了 可能我们就会打到一个类似是 4比4 4比4的这个概念 那4比4的概念来讲呢 我们首先要去保命 等到第二只的中间那只 大体出了之后呢 不要低于15秒 因为第15秒 我测试过是没办法 把那一个中间的那只 机器人给打死的 那这里呢 我们就是可能要在 大于20秒的时候呢 我们就去杀那个中间的 然后对面如果有能过来的话呢 我们有这个罗文的话 罗文可以直接放机器人 罗文在机器人那边 可以直接转动什么 伤害特别之高 那最后你们就是 拼击杀那最后一只 如果是在略势的情况之下 你们也是拼第二只的 那个机器人就好了 喜欢的朋友们呢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